中華民國政權 在台灣經歷了兩次的政黨輪替 但是對於中正紀念堂這塊場域呢 始終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見 那他當然是有非常複雜的歷史的記憶 或者是認同的一些 錯綜的意見 非常複雜的背景 那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跟價值觀 但我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塊基地呢 他從古至今到底發生過哪些事情 上面曾經出現過哪些有趣的建築 其實大家可能聽過他以前曾經是軍營 在1901年的時候呢 是由日本的陸軍聘請了他們的祭司福田東吳 以及龍大吉 他們去規劃了所謂的永久軍營 那當時對於這種士官兵 他們要長期居住的銀色呢 在建築的規格要求方面 其實是非常的高標準 那也聘請了很有名的營造場 高始祖去承造 我們從1910年的地圖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兵種 比較靠近現在的中山南路 就是比較靠西邊的地方呢 是泡兵的兵營 那比較靠近東邊的是步兵的聯隊 那他們的北邊呢 就是現在的信義路 南邊是現在的愛國西路 在這樣的基地裡面呢 要開始興建一個讓官兵可以長時間 然後在裡面居住 然後操練 然後非常舒服的使用的一個銀色 我們從一張就是騎兵的老照片 可以看到遠方正在興建中的銀色 均勻的結構呢 他是採用鋼筋混凝土的樓板 以及鋼筋混凝土的地基去搭建起來的 在建築的順序呢 就會看到先完成的是牆體 以及呢 最後再放上去的屋架 所以在這張照片呢 是可以看到屋頂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照片看到就是完成了牆體之後 接下來的階段 就是要把預先組裝好的金屬的屋架 吊掛上去 那當時的 不管是台灣還是日本 都有許多民間的建築呢 都還是運用木頭的屋架 木頭的屋架 雖然也可以用 可是呢 他會在上面產生非常多的生物居住 不管是蟲或者是鼠 那他可能對於就是建築物的維護 還有在使用的時期居住在裡面的人 他夜晚睡覺的安寧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用金屬屋架的好處就是 不用再做天花板了 他用鋼筋混凝土做了天花板 在上面再附上了瓦片 所以整個屋頂的下面的空間是一目瞭然 那我們可以從大門的門柱看到 為了要增添它的厚重威嚴的感覺 採用了灰泥跟紅磚氣塵 帶有一點沉野式的風格 但裡面的銀房呢 都是用連續拱圈去構成的白色的銀色 從剛落成的銀色 東側往西邊看可以看到 遠方的淡水河對面的觀音山 那我們來走到室內 會看到這一些屋頂的行架 是用大阪鐵工廠的金屬屋架 他呢除了可以讓屋頂底下的空間一目瞭然 也避免了白蟻的滋身 在這兩個軍營之間呢 以前曾經是有一條道路的 在戰後呢 這條道路曾經也沿用作為林森北路 所以我們會看到老照片裡面 炮兵隊跟步兵聯隊 他們各自有自己的營區跟圍牆 我們可以從全區的模型的展示 看到當時的日本人也是非常自豪 他們對於這個營區建設所運用的一些設施 比方說就是來自德國的抽水馬桶 或者是為了防蚊設施所設置的紗窗 這對我們當代的生活來說 都是非常習以為常的設計 但是對於20世紀初而言 當時不只是民間的建築物 甚至連其他官方的建築物 都沒有用到這麼高規格的設備 他為了就是讓裡面的士官兵 可以有一個比較舒適的營房的空間 我們也可以在門柱 因為它有兩個不同的營區 除了炮兵隊還有步兵聯隊 也可以在門柱上面看到 代表陸軍的五芒星的符號 以及以前日本時代軍隊布出大門的景象 後期他持續的建造了這些營房的設施 就陸陸續續的不用揮泥去做外牆的裝飾 它其實也關係到台灣的煉瓦 也就是紅磚 生產紅磚的工廠 就是技術越來越先進 他們可以生產出比較好的磚 那這些磚它自己本身就可以當作外部的材料 不需要再經過修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後期的營房 它呈現的就是一個磚器的外牆 從一些老照片可以看到他們有非常多的節慶跟祭典 然後在裡面一些活動的一些情形 當然也是會有非常多重要的人物參訪 比方說1923年的育人黃太子檢月的時候 他就在這個軍營裡面有守直了一個紀念的一棵樹 當然這棵樹現在的中正紀念堂裡面 已經沒有辦法去找到它當時種樹的位置了 但是當時像這樣的軍營除了在台北 還有在台灣的其他地方 也興建類似的建築理念的軍營 包括像在台中的甘城或者是台南成大的校園 尤其是光復校區最近修復的李賢樓 以及旁邊的設計學院還有歷史系 他們也就是同樣都是步兵連隊的軍營 在台中跟台南的同樣的表現 陳大非常有名的榮園 就是有一個後來被國泰的林園集團 當成他們企業的象徵的那棵榮樹 也是當時黃初參訪的時候所守直的 中華民國政府來到台灣之後 因為原本的軍營設施相當的完善 所以也就沿用作為非常多單位的軍營 包括像是聯勤總司令部陸軍供應司令部 或者是陸軍總司令部 台灣防衛司令部以及憲兵司令部 這些中華民國軍隊的單位 後來就陸陸續續的搬遷到台灣 其他腹地更寬廣的地方去 蓋他們的新的軍營 於是到了1960年代 這些軍營遷走之後 曾經有一個計畫 是要在原本的這一塊銀邊段 要由國防部來交給財政部 作為一個大型的商業開發計畫 1972年的時候 推出了一個耗資150億的銀邊段建設開發方案 他委託的是中華觀光開發公司 那這一家公司呢 他再發包給美國的公司 有一個叫做威廉培拉公司 跟布萊克菲公司 那這兩間美國的公司 他們委託了一個在夏威夷開業的華人建築師 叫做張翔 可能現代人都沒有什麼聽過這位建築師 但他其實就是桃園的 以前的中正機場的設計者 由他來負責的整個區域 把他從以前的軍營 變成未來的商業區的計畫 那他在裡面呢 是計畫將會蓋出五座高達50層樓的辦公大樓 三座30層樓的國際觀光旅館 以及四座百貨公司 那在這些百貨公司跟觀光大樓 辦公大樓會議中心之間呢 他還有軌道運輸串聯的大眾運輸系統 以及這些大樓的頂部還可以停直升機 是一個現在看起來非常具有那種 當年對於未來的想像的這樣的開發計畫 這個計畫我們現在為什麼沒有在這塊基地上面看到呢 1975年的時候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一個決議 就是在前一年過世的蔣介石 要幫他找一塊地 做一個非常宏大的一個紀念園區 那當時其實評估了非常多的地方 不管是台北的市郊還是市中心 最後還是決定他就要放在市中心 讓全世界來到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臨時的首都 或者是說台灣省的省會 可以就近去沾養偉大的先總統蔣公 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商業開發計畫 就沒有了 就突然就是嘎人兒子 他其實當時的設計規劃都已經完成 只是他發包 所以後來又過了20到30年 我們才陸陸續續看到這個商業區的計畫 在信義計畫區又逐步的成形 經過了中常會的通過 國民黨認為 應該要向全世界優秀的華人建築師事務所 來進行征途 也就是淨土比賽 選出一個最適合的方案 當時他們是有一個在淨土裡面的要求 也可以說是口號 就是帶有中國傳統精神的現代建築 所以我們會看到許多非常有趣的建築師 他們提出的方案都是希望能夠用一種 現代化的外觀去包覆傳統的精神 那這些華人他並不一定是在台灣開業 有一些是在德國有一些是在美國 包括像是藍明光、墨成峰 那我們台灣現在還能夠 就是非常熟悉的找到作品的 是包括像瀋竹海 他是從上海來的 以及中脈 許多的高鐵站或者是世貿展覽場館 都是這些重要的建築師事務所打造的 那他們提出來的方案 其實經過了評審的評選之後 都已經有排出了分數跟明示 但是結果遲遲的沒有公布 因為在黨國體制下 其實最終決定了 還是要由大老闆來拍板定案 那大老闆是誰 當時蔣宋美玲在淨土的時間 正好人在美國 所以他那個淨土的結果不敢公布 等到夫人回台灣了 然後他完全不管已經評審完結果 他就選出了最後的 和睦建築師事務所的楊卓成 那大家是覺得很意外 因為楊卓成的方案 看起來他就是一個傳統的宮殿 他一點就是那種現代化的精神 或者是說現代主義的理念 都在他作品裡面看不到 但是後來的解釋呢 對外的宣傳呢 他是用鋼骨鋼金混凝土 這樣子現代的材料 去做出來傳統的一個意象 那就是所謂的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 總而言之 建築師他最後得到的方案 也接受了雜誌的採訪 那楊卓成他自己說 其實並不是只有 中國傳統文化這件事 他拿到了淨土的這個方案呢 其實裡面包含了 美國的林肯紀念堂 就是一棟大房子裡面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雕像的這個概念 以及印度的太基馬哈林 也就是在一個非常長的參拜道 你要通過一個很長的軸線 才能到主要的建築 還有中國北京的天壇 還有南京的中山林 非常多的各式各樣的世界知名景點 世界遺產各種名勝 組合成了他的這個中正紀念堂的 這樣的意象 其實在戒嚴的時代 台灣人是沒有辦法自由的出國的 他去設計出一個 擁有這麼多世界遺產意象的混合體 也是一個讓台灣人就可以在台北 看到世界名勝這樣子的概念 當然這個都是我個人認為 這有一點像是後設的 或者是說他後來才想到的設計說明 但有一個的確是直接的影響到 現在的中山紀念堂建築物的結構和構造的 是在中國的廣州 有一個廣東的中山紀念堂 它是由南京中山林的建築師 就是呂燕子所設計的一個非常大的集會空間 他下面呢 那個大垮具可以容納三千個人在裡面同時的開會 可是他外觀又要表現出一種傳統中國建築的樣態 那呂燕子他是一個留學法國的巴黎 後來又到了美國的康乃爾大學深造的一個建築專家 所以他知道說工業革命之後 如何能夠用就是三角行架做出一個大垮具 不落柱的空間去容納非常多的人在下面聚會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理念被楊卓成直接挪用到台北的中正紀念堂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中正紀念堂大廳 為什麼下面可以做一個這麼大的雕像 然後我們現在的納稅人都還要去讓他裡面的儀隊在運作 那個空間呢他其實就是來自呂燕子他的設計 直接被挪用或者是說被致敬了 以及呢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的建築設計理念呢 都是非常封建跟非常古典或者是傳統的 像是他大宗制政的牌樓 他用的是中國明清這兩代帝王林寢最高規格的 六柱五間式的牌坊 就是那五個連續的拱圈啊 然後他內部呢其實都是非常現代化的 鋼骨鋼筋混凝土的構造 由榮公處在很短的時間內去把它打造出來的 我們同一些施工的照片可以看到 進行連續壁的一個進行的過程 非常的壯觀 就是在有一些文學的描述裡面 比方說洛宜君在他的小說有提到 他小時候看到這個工地 他誤以為是飛碟要降落的一個外星人的基地 那後來終於蓋好了 我們也可以從啟用儀式裡面的巨幅照片 看到他其實他就是一個大靈堂 他就是用來追思緬懷就是一個黨國塑造的一個威權 強人的這樣子一個政治儀式性的空間 那他其實分了兩期 就是先蓋好紀念堂 接下來要蓋我們現在熟知的兩廳院 那兩廳院原本的方案就是 把堂體本身是藍屋頂跟白牆體的配色 這也是國民黨黨會的配色 可是後來也認為這樣的配色太過單調 在配色上面有點呆板 於是楊洲城直接挪用了北京的紫晶城 太和殿跟寶和殿兩個不同的屋頂的造型 一個是所謂的崇岩歇山頂 一個是崇岩舞殿頂 來當作現在的國家音樂廳跟戲劇院 那他其實配置在整個基地裡面 跟堂體的關係 他也是中國古代的皇室的靈寢 左遭右目的這種非常具有疑點性的祭祀的功能 但是當然他們也都是用當代的鋼骨 去構成的結構體 以及再用鋼筋混凝土 再做外觀的修飾 在最外面再加上非常傳統的琉璃瓦 和白玉雕的樓梯的扶手 讓他在台北就完全完成了一個地表 最大的中國城最重要的象征 那兩庭院中間的那一塊空地 也就成為中正紀念堂和兩庭院的觀眾 各種他們的停車空間的停車場 最後我們要談到的就是 不管這一個堂體他未來在轉型正義也好 或者是不幸如果又遇到了政黨輪替 對於裡面的空間 是不是會有各種不同的詮釋 跟價值觀的調整 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在討論的就是 他作為一個公共開放的園區 他的圍牆是不是需要被保留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日本時代到戰後的 中華民國的許多大型的公園 都逐漸的在朝向一個圍牆解延的一個方向 把本來的不管是鑄鐵的圍梨 或者是植栽的圍梨 或者是那種實體的磚器的圍牆 都陸陸續續的拆掉 也有人在討論說 那中仁建堂是不是也應該要把他的圍牆給拆掉 但其實呢 中仁建堂的圍牆 它跟其他公園的圍牆又有一個小小的差異 也就是它是有屋頂有頂蓋的 中仁建堂本身是一個難以清淨的建築物 它不像台北的國父紀念館 有一圈外廊可以在下面從事一些市民的活動 辦戶外可以遮風遮雨的活動 但是它的很長的公園的圍牆 滿足了彌補了這樣的一個空間 或許我們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去思考的話 不一定要把這個圍牆拆除殆盡 但有可能是拆除牆面的部分 留下屋頂的部分 讓那一個走廊底下還可以持續的再繼續被使用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林總葵聊建築 我們下一次再見